在金門縣政府主動爭取之下 因為疫情停辦的2021台灣燈會 部分的花燈將遺失金門展出 政府同時也號召民眾到金門 觀賞了離島首次的另類台灣燈會 2021台灣燈會受到疫情升溫影響 決定臨時停辦 在金門縣政府的積極爭取下 其中兩個燈區七十一座花燈 將移到金門展覽 交通部長林佳龍 特別跨海道金門主持贈登儀式 有兩個燈區 總共七十一座的燈主 分別是傳譯風華燈區和星光動物燈區 除了我們傳統的這種內發光的燈 我們也搭配互動式的動物這種主題 那可以親子同樂 台灣燈會的花燈 是眾多設計師 藝術家的心血創作 希望花燈能在適當時機 以適當形式呈現 不讓努力白費 而這場另類的台灣燈會 也希望能夠為金門帶來更多旅客 受到疫情的衝擊 特別是在小三通關閉的情況之下 金門的產業受到的衝擊的確比較大 所以這一次在部長的支持之下 還有交通部觀光局的支持之下 這一次是首次把這一個燈區 再轉到離島來做這樣的一個活動 移師金門燈場的另類台灣燈會 定名為金門新光節 將在三月底開幕為期兩個月 憲夫總動員積極籌辦 希望花燈在離島能夠完美呈現 讓金門的夜間觀光更加精彩 記者總報道